生活中常见的面粉 竟会变成厨房中的炸弹 2018年9月 厦门的一对夫妻在家做饭时 丈夫在炒菜 老婆在旁边倒面粉 下一年 厨房没了 防盗网都被炸飞 路边汽车的玻璃也被震得吸碎 夫妻二人被紧急送医 经医生诊断 两人烧伤面积超50% 数特重度烧伤 而这场悲剧的凶手 竟然是一堆白净的面粉 如果你家也爱做面食 要记住了 面粉的成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 具有可燃性 当空气中的面粉颗粒达到一定浓度时 一遇明火或高温 悬浮的粉尘云就会瞬间爆炸 破坏的不亚于TNT 所以 在开火的燃气灶或者高温烤箱旁 千万不要清洒粉末 无论是面粉 奶粉还是这些粉 通通要注意 除了可燃的粉状物 厨房的这些雷也要小心 用高压锅煮稀饭 排气阀被堵 很可能引起爆炸 用微波炉热鸡蛋 热好后一打开 可能会炸得你双目失眠 赶紧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 让家人也知道这些要命的厨房炸弹 我是大鹏科普 每日科普新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